面對今天可能會三讀過關 有超過50個民間團體 也再度號召青島行動包圍立法院 要表達反對修法的訴求 而今天一大早即便下著大雨 還是有上千人來到現場响應 大家各個自制手板齊聲吶喊 希望藍白能夠聽見靈異的訴求 沒有討論 我是民族 我是民族 藍白國會之選修法關鍵三讀日 超過50個民團立法院外 再度號召民眾上街 齊聲吶喊抗議 你們是國民黨跟民眾黨動員來的 對不對 因為他們很爛 你們才站出來對不對 建制國民黨和民眾黨 黑箱強推法案 即便下著大雨 還是交不息 眾人熱情 各個自備語句 標語手板 表達訴求 大凌晨的 然後大概快8點的時候到 自由民族都是以前的人 流血流汗 然後犧牲生命 然後犧牲家庭 然後犧牲所有的一切 我覺得我們只是在這邊站個幾天 兵戈雨 這個跟他們以前比真的不算什麼 不要這樣吵架 很難看 對不對 大家好好地講嘛 為什麼要這樣吵架 遠從南部 大夜車北上 每次都沒有缺席 還有人特地排班前來 除了民眾堅定相體外 時代力量臺灣激進等政黨的黨主行本 跟發起小黨串聯 站台聲援 如果一個國會想要連好好討論都不會 蒙著眼就想要衝過二三讀條文 又怎麼能夠說服人民 讓他們取得更大的權力呢 公民社會也將在野監督的權力 賦予了國眾兩黨 但是他們沒有做到真正 忠於臺灣的監督 天購不作美 被主辦單位還是喊出現場超過兩千位民眾 一早就集結立院 這天 全台更有15個縣市 將共同響應 輕咬行動 不畏懼風雨有多大 都要表達 反形象訴求 記得參從楊月達 台北貓島